轰走了是吧 大猫的事呢 猫 它明明知道我讨厌小动物 我觉得那小动物是很脏 有细菌 它身体本来就薄弱 它就咳嗽嘛 整个月挂水 吃药都没见好 急了我就问医生 这怎么回事 怎么不见好啊 医生说 它就是过敏性咳嗽 因为有过敏源 它就断断续续好不了 我说医生 我家里养只虫猫 我说很有可能就是虫猫 它宁可自己过敏咳嗽 也要跟我对着干 对着干的意思就是 还养一只猫是吗 是 我们跟它对着干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猫 我朋友正好送我一只猫 我看着挺可爱的 我就把它带回家了 那你之前怎么不养猫呢 得 说回去了 那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 你离婚了呢 你看 肯定又说回去就怪圈嘛 是不是心里还有点意思 要跟你对着干 气不顺呢 说实话 也没这个想法 行 那就没有 那以前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有时候我没想到 你也会把我想到了 现在呢 我说的事 你能拖则拖 什么事它拖你 有一次吧 家里的那个水龙头坏了 我跟他说了 叫师傅上门修一下 不要你自个儿修 我回来的时候水龙头还放那儿 你就这么忙 忙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 从小都是我在家里 我妈妈做的 我都不管了 在这儿我就先问几个问题啊 你是知道他离婚 然后马上就知道他有孩子 还是说先知道离婚 后知道他又有孩子了 先知道离婚 然后再知道孩子了 我跟他在一起时间长了嘛 然后他才慢慢告诉我的 慢慢告诉你的 那你不要去看孩子吗 孩子跟你们住一起吗 孩子谁管 孩子 他嘛 他是 我也不是经常去他那儿 就是前夫带着孩子呢是吧 孩子是我 你带 因为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的肉 不经常去他那儿是吧 对 你指的他是他是吧 对 你跟孩子生活在一起是吧 是 男孩女孩 是女孩 多大了 六岁 那他见过吗 见过 我见过一次 给他女儿送过一个娃娃 他女儿长得确实挺可爱的 女儿挺可爱的 你是介意他离婚 还是介意他有孩子 我是不介意 因为我还喜欢着他嘛 主要就是他前妻 对我隐瞒了这么大的事情 不是这个人一开始也没打算跟你交往 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也没刻意骗你 行吧 那我们往后听吧 后来呢就是说你发现 当他知道你是离异有孩子之后 你发现他变了 对吧 对 您交代他的事 他会拖延 对 然后他不养猫 就是他开始跟你对着干 对吧 他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跟他说话 他以前嘛 还会比较仔细认真的听 我现在跟他说话 他就沉默不语 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整整天天地玩游戏 以前不玩游戏吗 以前他是只是偶尔玩玩 现在就是 我感觉我 每次看他的时候 他眼睛就是盯着手机 那你们俩就这个事儿聊过吗 我说过他 但是他就是不作声 我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你就什么事儿说过 我爱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